大家好 我是蔡英文 對抗疫情這場仗 我們已經打了兩年多 過程中的每個階段 因為有大家一起努力 我們關關難過 關關過 一路走到現在 這個最具挑戰的時刻 而要獲得最後的勝利 重返正常生活 面對不斷變異的病毒特性 我們的因應策略 不能一成不變 一定要從病毒的特性來下手 這一波台灣流行的Omicron變異株 它的特性是傳播力強 但因為多數國人 都已經完成了疫苗接種 因此重症率低 從今年初到現在 大約有99.75%左右的確診者 是輕症或者是無症狀 所以指揮中心開始調整 各項防疫措施 一方面降低疫情對大家生活的衝擊 另一方面也讓我們的醫療系統 專注於有重症風險的治療 並且維持我們醫療的整體能量 現在針對輕症或者是無症狀確診者 各縣市已經陸續推動居家照顧 家用的快篩試劑 使名字也已經上路 我知道大家現在對購買快篩試劑 感到不方便 政府會持續地增加快篩試劑的供貨量 在這個月我們預計 取得一億劑左右的快篩試劑 供應將會越來越穩定 所以我要拜託大家不要囤積 也不要過度恐慌 並且依照指引 盡可能地在有需要的時候再使用快篩 行政院也已經和業者協調 會在目前疫情風險較高的北北基陶 優先增加出貨到市面上方便的通路 讓這些地區的民眾可以在急用的時候 方便購買 最快下週就會陸續增加突貨 面對PCR需求的增加 我們一方面請地方政府設置社區篩檢站 另一方面也請醫院加開防疫門診 也規劃與基層診所合作擴大採檢的量 另外6至11歲的兒童疫苗已經陸續開打 我們積極採購的莫德拉跟輝瑞BNT疫苗 提供家長更多的選擇 一起照顧孩子的健康 我要向每一位照顧身邊家人的國人說一聲 辛苦了 謝謝你 因為大家的一起努力 我們終於走到了這個最後的階段 現在是2022年5月 參考其他國家疫情發展的經驗 以及專家的預估 在疫情即將告一段落之前 確診人數也會持續增加 但是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前一階段我們守得很好 國人全力施打疫苗 做好各項自主防疫 今年初到現在 確診的重症率大約是0.03% 致死率是0.02% 中症率大約是0.02% 疫情的健康風險相對低 這也代表只要我們做好準備 我們就能夠克服疫情的危險 請大家不用驚慌 疫情的最後這個階段 我要請大家持續落實 戴好口罩 勤洗手等等的防疫習慣 還沒有打滿3G疫苗的國人 盡快去打 做好自身健康管理 讓我們用最周延的準備 來度過疫情的考驗 最後面對疫情的變化 我要請大家隨時注意 最新的防疫資訊和指引 我們要繼續團結 戒慎而不恐慌 我們就一定能夠克服這波疫情的挑戰 謝謝大家 喜歡 不可怕 謝謝大家 可以 有